截至今年9月為止,台電虧損累積達到接近4097億元左右。 因此,政府在112年,役後特別預算編列了500億元,補貼民生用電。 另外,為了加速電力的建設提升電網韌性,政府也累計增資台電公司2500億元。 但是,增資是用於更新設備提升電網韌性,實在無法彌補虧損。 在橫濁財政狀況底下,行政院規劃了辦理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一千億元, 必須持續補貼台電在2022到2024年吸收住宅、小商店等民生用電的成本。 為確保我國在經濟發展、能源供應、民生及國家安全等各個面向能夠穩定發展。 補貼台電公司以持續抑制通膨,並維持穩定供電,冷暑必需。 盡情大院委員能予以支持。 本次追加預算按稅出共編列新台幣一千億元, 裁員規劃為債務之舉措一千億元, 但此部分將優先運用112年度稅計剩餘加以支印。 稅出只要編列內容系經濟部補助台電因國際燃料成本上漲, 為穩定物價及照顧民生若是所吸收用電成本所需的經費。 以上,僅就本追加預算案的編制重點概要說明。